您好 王康老师好 您好 一套千年不朽的书 您应该熟悉 八真冒念之宝 宝 我的老上司 乾隆的 我的外婆 给我母亲留下的 我的母亲就传给了我 我的母亲是个大庄人组的女儿 当时呢 我父亲虽然经济很久多 但是他才华出庄 我外婆地主 八字解读人生 风水改变命运 大家好 居士 从业风水26年 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 都获得了巨大成功 针对八字测算 风水布局 命力分析 事业财运 首相面相 感情婚姻 有独到专言见解 如果你的财运不价 情感不顺 诸事烦心 原主可添加 本居士微信 26682135 一一帮你调节化解 记住微信 26682135 可敬的母亲们 是以我们完美的建议 这里边呢 是碧玉玉色 新疆碧玉 这个碧玉啊 实际上 颜色像波彩绿 比较深 仔细看来呢 绿里边呢 还带有一点点的黑点 很稀罕 它要十二开 这个料 我们去想一下 它有多正贵 然后呢 摘索它的雕工 我们看 一种皇家之气 统治天下的寄扑 就在这里 就体现了造办处的 工位 这个庄政上下两页 子探的 小页子探 是乾隆皇帝玉制 好好好 谢谢大家 香港杜比 2010年春 它拍了一件 青玉暗客 钱金的测页 拍了 1700多万港币 这个两测 价格呢 应该会 比那件 应该会高一些 谢谢 好 好嘞 好 那边再看一下 这件东西呢 是广东亚调 它做的呢 玲珑贴头 有的地方呢 这里旁边的 边色松枝葡萄 中间的主题呢 是山水人物 楼台填格 里边有一些东西呢 真是细路法师啊 它这个象牙 是很薄的 一层皮一样的 薄薄的 你看这个底下 很薄 而且 我们北京呀 调的好 它有王掐之气 但是 要做的那么 玲珑贴头 那么细 只有在广东 因为什么 我们北京干燥 你要做到这样细 自己就要爆掉 那么这件东西呢 从它的造型 做工 颜色来看 应该称在 手指盒 很深的手上 不愧 川家宝 谢谢 很好很好 来 咱们 shuts 我 杞 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